我是佳颖 今年的4月15号到21号是第27个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 今年宣传周的主题是 健康中国健康家关爱生命科学防癌 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期间 湖北省肿瘤医院联合湖北广电荣媒体新闻中心 推出六期特别节目 323健康问题攻坚癌症防治行动专家谈 为大家做防癌抗癌知识的权威解读 今天我们来关注卵巢癌 卵巢癌是妇科三大恶性肿瘤之一 虽然发病率低于宫颈癌和子宫内膜癌 但是病死率却高居妇科恶性肿瘤之首 严重威胁到女性朋友的健康 为什么卵巢癌发病率低 死亡率却这么高 面对行踪诡异的卵巢癌 我们如何发现蛛丝马迹呢 如何有效的治疗卵巢癌 打破卵巢癌反复复发的魔咒 今天我们邀请到湖北省肿瘤医院 副瘤科主任张慧峰 为大家答疑解惑 张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张主任 这个卵巢癌 它的一些高危因素都有哪些 到底是什么原因 使卵巢提前下岗了 总的来讲 卵巢癌发病的因素比较复杂 那么主要的分为高危因素 和这个环境的因素 那么其中遗传因素 是我们较为肯定的一个高危因素 等会我们下面有个问题 我们会具体的再来看这个问题 那么环境的高危因素 它主要包括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 包括抽烟 这个不健康的一些饮食 高糖高脂的一些饮食 还有一些高磁剂素的这些刺激 肥胖等等 那么以上的一些高危的行为 都可以让我们的卵巢提前下岗 功能衰退 当然目前也有一些比较肯定的 卵巢的一些保护的因素 比如说孕产 哺乳等等 那作为女性朋友的话 像及早的发现这个卵巢癌 她的身体出现哪些信号的时候 是需要警惕的呢 是这样的 因为卵巢癌的发病率很低 但是病死率很高 那么其中卵巢癌 确诊的时候 70%都已经处于了 这样一个晚期的这样一个状态 那么治疗的效果差 就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那么卵巢癌之所以难以发现 是因为卵巢 它特殊的这样一个 生长的部位所决定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 这个卵巢 它生活在这个 女性的一个盆腔里面 这个盆腔位置比较宽广 这个位置相对的游离 不易对周围的这样一个组织 产生一个压迫 所以说很多情况下 这个卵巢可以 长到很大很大的 这样一个种的的时候 都很难为周围的组织 产生一些压迫症状 所以说我们的一些症状 常常都不典型 所以出现的这个症状就完了 对对对对 那么我们在 女性朋友出现了 哪些情况下 我们需要做一个这样一个 需要提高警惕 那么我们主要是考虑 有几下几个 主要的这样一个症状 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 不明原因的腐脏 腐痛 那么腐围的一个增加 那么其实就是腐蟹 便秘 就是我大便习状 这个习惯发生了一些变化 那么第三个就是 月经的紊乱 阴导的出血 再就是密尿系统的症状 这个主要是体验为 肿瘤不断的生长 压迫了我们的膀胱 这样一个压迫症状 引起的 那么再一个就是 比较常见的 就是腰背部的 这样一个疼痛 酸脏感 那么这都是因为 肿瘤不断的进展 长大 所提示的一些 早期的一些症状 如果出现了这些问题 我们建议这个患者朋友 女性朋友 到这个医院去尽快的就诊 那刚才这些问题 其实有可能是早期 出现的一些信号了 那一定要抓住 这些蛛丝马迹了 不能错失 那么咱们需要 到医院去做一些 什么样的检查 来进一步帮助我们诊断 是否得了卵巢癌 卵巢的检查 它主要是一些 常规的一些检查项目 它主要是包括 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查血 就是肿瘤标记物的 这样一个检测 再就是影像学的检查 我们主要是最常用的 就是盆腔腐腔的一个采操 那么如果采操有疑问的话 我们可以再参照盆腔的CT 或者持工诊 来进一步的明确 那么如果做了 这两个检查 基本上大部分的 这样一个卵巢的病变 我们都可以发现 因此我们总的来说 定期的一个体检 我们就能比较容易的发现 一个卵巢的一个病变 那张主任 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数据 就是说我国每年 大概是有5.2万名女性 被确诊为卵巢癌 但是其中就有3.2万人死亡 为什么发病率低 但是这个死亡率却这么高呢 是这样的 就是说广大的旅行朋友 可能都听说过 这个上病性卵巢癌的 3个70% 那么是哪3个70%呢 就是说 70%的发现 就是晚期 70% 三年之内复发 另外一个就是 70%的患者 在5年内死亡 这主要是因为这个卵巢 起病比较引力 很难找去发现 那么治疗也容易复发 治疗的效果不好 这些都是导致我们 卵巢癌 死亡率 畏惧 复刻恶性肿瘤 所谓的这样一个原因 听起来有点让人不寒而栗 是的 那这个卵巢癌的话 咱们怎么样去 去防范它 比如说它会遗传吗 有这个遗传的因素吗 卵巢癌 其实从目前来讲 它应该是一个 有明显的 比较确定的遗传 倾向的这样一种疾病 但是总的来说 遗传性 所导致的这样一个卵巢癌 相比较来说 与散发性的相比 它还是只占一少部分 那么在我们临床上 比较常见的 主要有以下 三个遗传的一个综合征 那么我们简单一点来讲 第一个就是遗传性的 乳腺癌 卵巢癌综合征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得过乳腺癌的患者 他 再来患这个卵巢癌的 这样一个风险 它可能会比普通人群 可能会高一点 这个我们叫乳腺癌 卵巢癌综合征 那么这个综合征 是有一些特定的 这个突变的基因所引起 那么第二个 就是我们所说的 临起综合征 那么因为 对于临起综合征 大家可能不熟悉 但是对于这种 遗传性的 这个非吸热性 家族性的 这个节脂肠的 这样一个吸热病 大家可能比较了解 因为广泛的 大面积这种吸热 恶变导致的一个 结肠癌 大家可能比较熟悉 那么这个它也是一个 因为基因突变 所导致的这样一个 遗传性的疾病 那么有些 有些我们的临床 也会看到 有些患者得了 这个直肠癌 接肠癌 很多年之后 又出现了卵巢癌 或者出现了 这样一个 子宫腊病癌等等 这个也是 也是这样一个 由遗传性所引起的 那么第三一个 就是一些其他的 基因缺陷 所导致的这样一个 遗传性的这样一个疾病 所以总的来说 有三大类为主 那作为女性朋友的话呢 这医学专业知识 不具备的那么充分 那怎么样去做一个评估 自己的这个身体条件 风险到底这个 比率有多高 那这个的话 我们倒是建议旅行朋友 碰见有些 以下一些情况 简单一点来讲 就是说 这个家庭里面 直系亲属 或者兄弟姐妹 有这一些 比较确定的 这样一些遗传性的疾病 比如说卵巢癌 腐膜癌 乳腺癌 还有前列腺癌 胰腺癌等等 如果说有这样一些情况的话 我觉得是可以找这种 比较正规的 专科医院的 进行 从事这个遗传的 这样一个 研究的这种 医生进行咨询 因为你靠自己来 分析这些东西 我觉得 不太科学 因为这个遗传 它需要一些 完整的病史 一些相关的检测 等等综合的 才来评估 你目前 对某一种疾病 遗传性疾病 所患病的 这样一个风险 风险有多高 对对对 那么年纪和风险 是成正比的吗 因为这个不同的年龄 它的不同的 遗传性 倾向的肿瘤 发病的年龄不一样 所以说我们不存在说 我们遗传性资讯 我们到了哪个年龄 是一个高危 或者说我特别重视 只要这个家族里面 这个直系新手 兄弟姐妹 有相关的 遗传性的疾病 那么我们在 任何的时候 我们都要进行 一个遗传学的 一个风险的评估 是的 那也就是说 不要因为自己年纪轻 就掉以轻心 对对对 是这样的 尤其是当发现自己 是高危人群的时候 可能这个检查 就更加要频繁一些 对 定期的体检 可能也更密切一点 那么如果在定期体检当中 发现自己 是有这个卵巢癌的话 怎么样进行治疗 是一般都需要手术吗 卵巢癌的治疗 现在三大 比较常规的 这样一个治疗手段 手术 化疗 及维持治疗 简单的说 手术应该是 治疗的一个基石 卵巢癌的手术 跟其他的肿瘤不一样 因为很多肿瘤 出现了这种远处的转移 我们肯定这个手术 做不了了 对吧 那么对于卵巢来讲 不管是多么晚期的病变 那么我们通过手术 部分的或者完全的 去切除这样一个肿瘤 我们或多或少的 我们都可以延长 患者的这样一个生存 那么也 手术的彻底性 也是我们患者 这个治疗 能否成功的 这样一个关键 也是影响我们患者 治疗效果的一个 最重要的这样一个手段 那一般在什么时候 选择放化疗呢 是首先的一个考虑的 还是作为这个手术 之后的一个辅助治疗 那么目前 卵巢癌里面的化疗 主要分两大块 第一个就是手术后的 这样一个巩固的化疗 这个是根据不同的区别 不同的病情 我们有不同的方案 不同的疗程 那么第二个就是 我们如果是评估这个手术 不可能很彻底的 切除的时候 我们可能需要在 做手术之前 我们做几个疗程的 这样一个化疗 目的是什么 为了我们再次手术的 一个彻底性 前面咱们也说到了 有70%的一个 是三到五年的 一个复发率 是吧 三年左右 那么咱们通过手术 为什么不能把 这个复发率降低呢 因为手术 它切除的 是我们肉眼 可以看到的一些肿瘤 那么还有一些 肉眼不可见的一些肿瘤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需要通过 我们的化疗 来进一步的 来杀伤这个肿瘤细胞 那这样一套 就是组合权下来的话 是不是会延长患者的 一个生存期 对的 手术联合化疗 应该是几年前 传统的这样一个 卵材的这样一个 治疗模式 那么随着现在 比较一些新的药物的出现 那么我们现在 卵材的维持治疗 那也是我们现在 有望获得长期生存的 这样一个关键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这样一个选择 什么叫做维持治疗 那么其实说到维持治疗 那应该是这些年 这几年 比较热门的 这样一个话题 那么在很多的肿瘤里面 其实都提到了维持治疗 那么以前 为什么卵材里面 没有提到维持治疗呢 因为维持治疗 卵材里面 没有好的一个 靶向的一个药物 那么我们现在 所说的维持治疗 就是我们主要是有 两大类的 这样一个靶向药物的 这样一个治疗 一个是抗血管生成的 靶向药物 一个是叫 PAP酶液制剂 这两大类的靶向药物 那么这两大类 靶向药物的出现 确实让我们的患者 从中得到了 很大的这样一个收益 一个获益 那么简单一点来讲 什么叫维持治疗呢 就是说在我做了手术 做了化疗 目前我的体内的肿瘤 已经得到一个 完全的控制 或者一个部分的 这样一个控制的时候 那么我后续 我的化疗不能 无限制的做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一些 特殊的药物 来进行一个 长期的这样一个 稳定的 维持的 不间断的 这样一个治疗 来延缓 我的肿瘤的 一样一个复发 所以这个 我就叫我们 现在所提到的 维持治疗 那患者对这个 维持治疗 一般它耐受性如何 有没有一些 什么副作用呢 对于维持治疗的药物 刚才我也提到了 两大类的靶向药物 目前来讲 它的毒副作用 肯定是有 是要三分毒嘛 但是它的副作用 相比我们的 手术银器的创伤 包括我们化裂 药物银器的 这样一个毒副作用 它要小得很多 因此这种 药物的维持治疗 在临床上 才能得到一个 广泛的应用 也就是说 咱们提到的 这个卵巢癌的 三个百分之七十 是有望打破的 对对对 以前我们认为 五年生存率 百分之三十左右 对不对 因为百分之七十都死亡了 那么现在 其实我们卵巢癌的治疗 在不同的中心 在不同的医院 是可以达到 百分之四十以上 甚至在有些医院 可以达到百分之四十五以上 所以这个都是一些 比较新的 这样一个治疗手段 一些治疗药物的出现 所以让我们的 这个患者朋友的生存 气息是大大的提高 看到更多的希望 对对对 那么像卵巢癌 它治疗之后的话 如何进行一个 随访跟复检 卵巢癌 我们经过一个 规范的治疗之后 我们肯定是需要 这样一个定期的随访 那么根据卵巢癌的分期 是否给予维持治疗 是否存在 治疗之冰发症 等这因素 我们来决定 这样一个随访的期间 一般来说 把病情稳定以后 我们每三到六个月 我们随访一次 主要是进行一个 查血的一个血腥血的 总体白约物的检测 和相关部的一个 影像学的检查 那么随访的项目 我们是由医生 根据我们患者 具体的情况 每一次可能就不太一样 做一些相应的调整 那么总的一条原则 就是常回医院看看 不要忽视 治疗后的随访 和身体发出的一个 任何的一个异常的信号 好的 那张主任 前面咱们都聊的 是如何去治疗 但是在平时的生活当中 咱们首先来谈谈 怎么预防 让这个卵巢癌 尽量的远离咱们 其实对于卵巢癌的 预防这一块 它没有公颈癌 和内蒙癌 这么容易 因为公颈癌 内蒙癌 都有一套相对比较 完善的这样一个 筛查的手段 那么对于卵巢癌来说 其实普通人 其实是不要特别 关注卵巢癌的 这样一个预防 这样一个问题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首先卵巢癌 在复刻的恶性腫瘤中 它的发病率最低 并且对于普通的人群而言 卵巢癌 它终身的累积的 发病的风险也很低 仅仅只有1.5% 所以说我们并不需要 特别的去关注 及预防 那么平常的生活中 我们只要来注意 避免这些 治病的一些高危因素 我们就可以了 同时也不需要 进行频繁的 这样一个查血压 彩操 甚至做CT的检查 有些病人很焦虑 每个月来查血 每个月来做这个 影响局 确实没有太大的必要 这焦虑可能本来 就对身体的健康不利 是这样的 那么其实我们关注的 就是我们所谓的 叫高风险的人群 也就是什么 也就是携带一些 遗传异感基因的 都突变的 这部分人群 那么对这部分人群 我们需要高度的关注 因为他的卵材的发病的风险 是正常人的数十倍 所以我们需要给予一个高度的关注 那么主要的预防措施有哪一些呢 给大家几个建议 第一个就是密切的筛查监测 那么在30岁开始 我们就建议血清血的检测 包括这个阴道联合 阴道超生的这样一个检测 那么第二个就是药物的预防 但是药物的预防 建议大家慎重的选择 虽然说有些研究显示 有些口服的病药 我们确实可以降低这个 有ブラック基因突变的 这一部分的 这个50%的这个发病的风险 但是口服病药 它同时也会增加一些 其他的一些疾病的风险 比如说乳腺癌 那么它的安全性 其实我们有在临床 进一步的一个证实 那么第三一个就是 我们降风险的 我们一个数量管和卵巢的 一个切除 预防性的切除 那么这个大家也可以慎重的考虑 那么为什么这样说了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对于有ブラック基因 突变的这一部分 高风险的患者 那么手术的 实施的一个时间 在临床上 我们现在是有推荐的 比如说你的母亲 你的姐姐 有这个卵巢癌的病史 那么他自身 患这个卵巢癌病史 这样一个风险 肯定是大大的增加的 那么到了40岁左右的 这样一个年龄 我们是可以建议患者 做一个预防性的 这样一个切除 那么我们最著名的就是 这个美国的隐心 对不对 朱利对不对 他在30多岁的时候 他就做了一个双测 数量管和卵巢的 这样一个切除 因为他有这样一个家族室 它不是胸上的 这个乳腺也是这样的 它实际上就是 我们之前提到 一个乳腺卵巢癌的 这样一个传奇 这个ブラック基因的突变 我们在做这个 预防性的切除之前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 很完善的一个 预算学的这样一个评估 这种情况下 我们在评估里的风险之后 确定的是高风险人群 我们到了4岁以后 我们再来做这样一个手术 最后我对今天 所涉及的几个问题 我们做一个小节 以供广大的旅行朋友参考 首先 卵巢癌的发病率很低 广大的旅行朋友 无需过度的恐慌 其次 对于有卵巢癌 数量管癌 原发性抚摸癌 乳腺癌 胰腺癌 等等 病史或家族史的旅行朋友 建议前往专客的医院 进行遗传的资讯 来确认是否为卵巢癌 高风险的人群 并给予相应的这样一个处理 那么最后 即使各位旅行朋友 不幸患上了这样一个卵巢癌 也不要丧失治疗的信心 道庭图书 请前往这个诊疗水平 比较高的 复留着专科 进行一个规范的这样一个诊疗 好的 今天非常感谢张主任 给我们带来的权威解读 那我们知道了 预防这个卵巢癌 最好的方法 其实就是每年一次 到正规的医院 做一个全面的体检 尤其是高危人群 因为这既是对自己健康的负责 也是筛查早期 癌前病变的唯一手段 另外一定要有健康积极的 生活方式和态度 因为只有健康 生命之花 才会持久绽放 好的 再次感谢张主任做客 我们科普大讲堂 谢谢您 也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来